大家好,我是小七 现在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的话就去超市买菜 因为今天我姑妈要来我家看我的小子妻 因为我女儿出院了,她们要过来看一下 等一下我姑妈中午她们要来吃饭 看我的子妻出院了 所以说我来超市买点菜吧 刚刚在超市买了一大包菜 现在去做饭吃了 现在已经买完菜回来了 现在准备洗菜摘菜 然后就开始准备中午饭了 因为待会儿也会人比较多 让媳妇帮忙一起弄 弄得快一点 烤的是这个辣材煮炖萝卜 中午要吃的菜全部都配出来了 切了半个小时左右 饭也全部都煮好了 这个煮的腊排骨 现在小火才灯 灯好了就可以吃了 做中午饭吃了 我姑妈她们都来了 前路满满雨纷纷 谁在痴痴疼 忍起心头肩膀痕 不做复兮人 若爱得月症 刚吃完中午饭 我姑妈下午在这里玩 然后现在准备晚饭 晚饭的菜也都弄好了 现在四点钟 等一下五点钟 等一下五点钟就开始做晚饭了 今天忙了一天 从早上起来买菜 中午做饭 下午买菜 晚上又接着做饭 这些小朋友都在这里玩了 下午 等一下我们吃晚饭 晚饭的菜也都弄起来了 饭也再煮了 现在开始做晚饭吃了 起锅烧油 最后弄个米酒鸡蛋汤圆 我没玩多了 我都找不过呀 你们小孩子先吃啊 最小孩子先吃 大点就好吃 好了 你们干净练练完了 就过去 怎么不敢吃啊 现在公妈客人都走了 她家里的地全部拖一遍 洗一下 都是油 现在家里的卫生 全部都收拾干净了 沙发上面 桌子 台面 地面 包括厕所 餐桌 地下 门口 全部搞得干干净净 厨房 也搞得干干净净的 哎呀 真的好累啊 累得我的腰都挺不直 这地面全部搞干净了 我媳妇也帮不了忙 因为她带着小孩 因为小孩不让她抱的话 她就哭 她想下来走 一走路的话 就对伤口有影响 所以说每天要我媳妇抱着 只有我媳妇抱着的话 卫生 只有我一个人弄 冲凉 然后给小孩的洗刷都已经弄好了 都上床睡觉了 我就最后一个洗脸洗澡洗头发 因为弄了一天的饭身上很油 今天是我女儿出院的第二天 我姑妈还有我嫂子 她们都过来看我的女儿 所以今天弄了一天的饭 虽然今天弄了一天的饭 又搞了一晚上的卫生 其实人真的很累很辛苦 但是虽然很累 但是内心还是很快乐的 因为她们都是为了来看我女儿 身体怎么样 手术做的怎么样 我本来想去深圳的 但是我媳妇一直都不想让我走 想让我在家里多陪一段时间 让这个现拆了 然后慢慢恢复的好一点 再让我走 我觉得在深圳赚钱 拼搏还是我想要的 这种居家男人 这种居家男的话 我觉得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还是想去外面打拼吧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七点个关注 点个赞